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部分里面当然跟明天台指期的结算 它是有一些些的关系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你可以发觉到 台北股市我们在之前教过大家 你只要看到这样子 开盘收盘的量能潮是最大 它基本上都是由外资上面做多方的控盘 做多方的控盘 当然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发觉到腾落指标 它是开始有去做改善 那你就代表这个市场上面来讲的结构 其实还是正常的 只是在这种过程我就说 就算连鼠方我看过12682的 一个历史上面的高点 但是看12000点还真的不是太习惯 那更何况是一般的投资朋友 你当然也看这个不是太习惯 那有时候呢 又有很多的技术派的大师 在这种过程之中 鼠方不是没有学过技术面 我也学过技术面 我也很清楚在技术派上面的一些的问题 譬如说扩延波的问题 或是KD指标上面的一个问题 就是KD指标的背离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过 外资它管不管我 现在跟你探讨的技术面 我一直在强调 内资会 业内主力会 但外资它只管 我今天要在台北股市 买多少的部位 我要把指数拱到什么样的一个点位 所以在新台币大幅的升值的时候 它会有被动的基金里面 它持续的进来 被动基金里面 它就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聪明 它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就是要控指数 我要把指数拉到什么样的一个点位 我能够赚比较多钱 这是一个被动基金里面 就是外资有分主动跟被动 它的操作的逻辑 那你再去想一件事情 新台币在最近里面 每一天的盘中都是一脚一脚一脚 当然我不认为 这样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它对股市而言 绝对是一个资金的行情 但是它也会有回馈力 就是反作力的部分 这个反作力就是 如果你收美元太多的公司 你可能就会有一些些会退的损失 但是台湾所有的公司 都一定只有收美元吗 台积电是如此吗 联发科是如此吗 未必吧 台湾有很多的公司是混血儿 所以在人民币 我在之前就前几天 就给大家看过 人民币也是呈现的升值 甚至在之前收人民币 有会退损失的 还可以在第四季回冲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不是我们一般投资朋友 可以试算出来的 你只有财务长 各个公司的财务长 你才能够知道 所以台北股市 我说如果你看指数 真的很高 我也不会延一万两千多点 谁不会说高 但是如果你从内涵上面来看 八大类股族群之中 它的内涵都是一样的吗 现在有创新高的个股 也有什么 也有才刚刚在打底的股票 就像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过 其实在这一次里面 北中南的巡回演讲 我讲过 当中美贸易协议里面 要签下去的那一刹那 也就是要签了 这个过程中 也要留意几件事情 一个人民币 第二个就是大陆的股市 大陆的股市在之前 我们就跟大家讲过 到了三千多点你卖一次 拉回到两千八到两千九 我说以上海中和指数而言 它是一个中期的底部 你可以买 那中国大陆股市会马上就因为 整个中美贸易的协议上面的签订 而开始做成长吗 它不会 但是股市它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它永远预先反应 也就是说股市上面的高点 它永远在营收 一般投资朋友爱看的营收 最高峰的时候见顶 在最不好的时候 在景气里面最不好的时候 它落底 像最近里面的被动元件 或是机体 它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那大陆的股市也一样 它历经的中美贸易大战里面来讲 很长的一段的时间 死的死 伤的伤 这是事实 但是会不会最坏的情况 就是这样子 就是今年 就是明年的第一季 再过来 它就是卧底了 如果是这样子 那中国大陆的股市上面 它有机会在2008到2009 确认它的底型 为什么它是一个 可能确认底型的一个区块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以上海中和指数上面来看 你可以发觉到 在这边里面来讲的话 它有一个长期的下降压力线 它已经正式性的突破 它也站上了所有的均线 看到没有 所有的均线去站上 那如果大陆的股市去做打底 那台湾里面来讲 有太多的公司 我就跟大家讲 无论电子 无论传产 中国修成个股 无论汽车 自动化设备 那大家怕的金融的危机 可能都可以解除 它就会落底 那这个时间点 我也跟大家讲过说 在之前里面 这一个族群 它是开始去做修正 只有半导体的族群里面 来讲话最强 但是随着明年里面 你现在只要问自己一件事情 我说观众朋友 我常常在讲 对多空的力量上面 我都绝对的尊重 你问自己 现在的景气 已经是最高峰吗 我再讲一次 现在的景气 已经是最高峰吗 如果它不是最高峰 那现在 它有可能短线上面的涨多 但它会不会是头 它会不会是头 历史上面的最高点 这就是你要去思考的 第二件事情 台北股市八大类股族群 都不一样 有些还在长线的低基期 那你觉得它要破底吗 最坏的情况过去了 你觉得它要破底吗 如果答案都不是 因为我的答案不是 太多的个股上面 它是在长线的低基期 那很多的个股虽然长很多 但它最强大的一个 基本面的题材 还没有来临 你现在要它如何的泡沫 泡沫就一定要什么 它叫做你的一个愿望 不能够实现 叫做泡沫 就是说你现在看很好很好 一直到验证 你没有那么好 它才是泡沫 那你要去做验证 没有这么好 你最快要明年的第三季 你最快要明年的第三季 而资金的行情 它会延伸到明年的上半年 那为什么要画地制线 我就跟大家讲 你可以谨慎的面对台北股市 我非常的赞成 涨多谨慎的面对 都是好事情 但是要不要画地制线 我说你可以绑好一个安全带 譬如说你做短线的人 你就设五日均线 或是日KD交叉向下的时候 你出场 你做比较中短线的人 你设11700点 你说一个长线的人 你就设仅限11409点 如果你不这么做 其实你也放弃了这一段台北股市里面 不管是价值型投资的 逢低的买点 其实我常常在讲 内资在这一次 的确是一个内资之乱 也就是说 外资是把明年的看法 拿来操作 有梦最美的行情 但是我们的内资 永远跟你讲 11月份的营收怎么样 12月份的营收怎么样 1月份的工作天数很少 然后钱都被外资赚走了 台积电80% 他的资金上面来讲 都集中在外资的手上 就连研发科也在这个时间点 他去创新高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里面会从产业 来打破投资朋友的一些的迷失 台北股市还是有很多的产业 值得你去做关注的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五日均线正乖率过大 震荡难免 我还是告诉大家震荡难免 那第二件事情 我说这个台北股市 永远在跟一些投资朋友作对 很多投资朋友在昨天 鼓足了勇气 全部买低价个股 我说低价个股在就历年前 它还是会轮动 但是你鼓足了勇气 像昨天融资增加13亿 我快吓死了 因为我知道这一波里面 就是不能够让大家过度的乐观 大家都谨慎 没事 过度的乐观会有事 所以在昨天的融资 就暴增了13亿 结果我一看 全部都集中在低价个股的身上 那请问今天涨什么 全部涨高价格 那今天的电子个股的资金的比重 高达83% 那可能明天电子会稍微休息一下 这是大家自己要去做留意的 那以目前而言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在这个过程中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明天是台子期的结算 大结算 所以你要留意 如果明天的台子期 它不能够维系着 比现货市场来得强 那今天可能就是刻意的拉高 去做一些结算的一些的动作 那明天里面 我说只要吴军县正乖力太大的时候 你就不要过度的追高 日KT指标在高档的时候 你看今天就又出了量 所以它可以冲 日KT指标在高档就记住 量缩就低阶 只有量增 它才可以强很强 这就是在你的操作的一个逻辑 那你可以发觉到整个台北股市 今天创新高 我给你做对比 看那支就是这样子 比较弱 但是以目前而言 我认为 它如果在这个过程之中回省 那也是有在后面里面 赶上的一些的机会 但是目前 那支是还没有回省的 所以我们就拉回到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过说 你如果 不能够放眼2020年 台北股市 你会非常的难操作 因为第四季 是电子产业 目前的主流 传统的淡季 但是 它的第四季 跟去年的同期的相比 它是非常非常的一个 比去年的同期来的成长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兵分两路 兵分两路的是什么 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讲 电子的零主件 15倍的本益比 今年获利的15倍 称之为投资的价值 明年获利的15倍 称之为什么目标价 半导体的IC设计个股里面 20倍称之为投资的价值 明年的20倍 称之为目标价 但是随着大盘到 一万两千点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这些被动基金里面来讲话 它随着指数的一个高 它有可能会调到到25倍 为它的目标价 像最近的台积电 从20倍的本益比 就调成25倍的 本益比的目标价 这就是你稍微去做 一些的留意的 那你来看我们在这个 中间我在这个节目 就跟大家讲过 联发科是5G晶片 那请问联发科 如果你不能够放眼2020年 10月营收 11月份营收 是不是都衰退 但是联发科谁拱起来的 外资 因为它明年里面有5G晶片 结果联发科在今天的一个股价 创了一个新高 那5日均线的乖离很大 很大 你就不要过度的追高 那我跟他讲 那Wi-Fi 6呢 明年里面的5G手机 绝对是粮草先行 大军才会将至 也就是说设备 基础建设 不能说设备 基础建设的5G 它呢 它是会在2021年 你才看到了成效 但是5G的手机呢 我管你 你这个国家 基础设备有没有 就是先出来了 苹果会出来4款 那更何况其他的品牌 然后呢 我说Wi-Fi 6的部分 就是2379的瑞育 那2379的瑞育呢 在今天里面 你看一下它的股价 有没有创新高 就你看我们节目里面来讲 当然瑞育我们是第二次操作 看我们节目的人 Wi-Fi 6的瑞育 你的应该都有赚到 那我说TDDI的部分呢 它就是在联永 它早就在两天之前 它就已经创新高了 所以你只要能够放眼2020年 当一些的个股的拉回 尤其在瑞育 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是公布10月份的营收 11月份的营收 尤其是11月份的营收 它是衰退的 它是衰退的 那请问现在为什么创 股价创了一个新高 那你就要去思考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更何况 我在之前跟大家讲 如果大力光是4200块 到4300块 称之为价值投资 大力光我直接告诉大家 12月份的营收会衰退 我当时候跟400块钱 大家讲的郁金光 我说一个买点的浮现 我也直接告诉大家 我说营收10月份以后 通通都衰退 12月份还是要衰退 那个问题是 他的股价已经涨到了523块 就是说你从在之前 被郭敏奇先生骗了一下 进来的人 到今天全部都解套 那为什么在这一波 这一波的涨幅是最快速 来自于重码 那我在昨天就跟大家讲过 你的五日均线的震关力太大 今天要不要震 他就会震 而且昨天的融资 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一定要用融资操作 融资进来今天就震 五日均线乖离太大 今天就震 2439的美率 我说你看他第四季的财报 我告诉你烂透了 11月份的营收 有没有大衰退 大衰退 但今年赚13块 那你看他的股价 在今天创新高 五日均线的震乖离也太大了 那问题是你 为什么低的不接 很多赚钱的机会 只是投资朋友 要不要去做一些的把握 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如果你做期货的投资朋友 你当然去关注我刚才讲的 第一件事情 外资齐选限 不可以持续的卖超三天以上 KD指标在高档 没有量 不可以去做追高 那KD指标里面交叉向下 你要去做短多的退场 可是个股 产业 它是完全的不同的一个面貌 想好你在这个时间点 应该要兵分两路 一个做营收 配合内资 一个放眼2020年 股价拉回的时候 你要勇敢的去做买进 这样的话 我觉得目前的策略 对于这个盘面上面 还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推出 专属与你 新知所属 2020年属来宝的计划 168 很好的一个方案 很好的会期 很好的会费 让大家可以加入我们 更希望我们在目前 无论规划2020年 无论在短期之中的操作 你都可以看到了一些的成效 那我们进段广告之后 我给大家看一些的产业 让你了解到趋势 你懂得趋势之后 你才能够做正确的判断 先进一段广告 一起做饭是最好的家庭活动 在家吃要用好油好料 大逼你看不同的油 油温油色 斑一点都不一样耶 其实更重要的是 要找到对身体好的 脂肪酸比例 得意的一天 五珍宝健康油 有4比8比1 完美的脂肪酸比例 得意的一天 五珍宝健康油 泳城国际投顾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泳城国际投顾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尽硬软体设备 一路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用精益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你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你用投资的不二选择 泳城国际投顾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希望无限 泳城国际投顾 入位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走出人生的下半场 你准备好了吗 统一健康3D 国家挂保证 能有效调节血脂和血糖 一起享受美食 降低胆固醇 一起游山玩水 有了健康 才能守护家人 爱用者有感推荐 统一健康3D 为启发孩子到偏乡巡演 我常常头痛 背和关节也疼痛不已 幸好有不拿疼 止痛加强病 赶走各种疼痛 让我继续以大自然的美 启发孩子 选举投票日即将到来 假讯息满天飞 正在破坏台湾的自由民主 周选会向来秉持 公平公正公开办理选举 开票时有监察员监察 计票过程公开透明 有专人将结果送往选务中心 登入电脑计票系统 及时上传网站 选举投票日逼近 提醒民众 捏造及散布假讯息 会涉及侮辱公署或加重诽谤 这是有刑则的 而且还可能违反选拔法 请大家要注意 选人选实在 感冒又爱选拼白 客奉侠 渐渐真实在 好够真实在 实实在在客奉侠 针对较强 疼痛 客奉侠 自贴加强 好够 自贴加强 上课尖心 上班悲情吗 跟着友藏 一起战胜人生吧 友藏的新知牌具 让深圳烦恼的你 找到人生光明的白梦 周一至周五 到五点至六点 樱桃小丸子 从脸上的痘痘 检查身体状况 胃的话 因为胃不好嘛 它大概会长在嘴边 很像这个脸 就反映了身体的 因为我没有长过在眉间 但是在什么间 每人间 周到周五晚上六点 中平了 选你新公立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我刚刚有谈到过 其实压力点里面来讲的话 都会存在着 我做个举例 上海中和指数 来到三千点之上 一定会有短压 因为很多人都会去想 三千点不卖 它又回到两千八 两千九 但是我说过 它已经去确认 两千八到两千九是底型 你既然买到底部 为什么不让子弹飞 这就是一个概念 就像台积电或是联发科 很多人没有赚到钱 你就是预设 哪里哪里你要跑 这里台北股市里面来讲 是高点你要跑 就从一万一千点 跑到现在一万两千点 然后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就像我们来看一个产业 我们说半导体的景气 为什么要强调 半导体是电子的景气的最前端 它只能够看出企业有没有办法复苏 企业一定是接到了单子 有办法复苏 它才买一些机器设备 你是老板也应该知道是这个样子 我没有机器设备里面来讲话 我没有看好未来 我会去买机器设备 不可能吧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2020年金元设备的投资 总金额上修到580亿美元 它是在创历史新高 那你说设备个股会不会好 它可能就会很好 这里面当然含有所谓的记忆体 还有含有其他 那你再来看看 报告进一步显示 2020年上半年 Sony要去做建厂 你知道Sony 对整个CIS CMOS的部分 有多么的缺吗 缺到爆 无论在Face ID 无论在影像的感测 这个部分里面来讲 它很缺 所以它开始去做建厂 而且它建厂里面来讲话 以前都是自己做 它还丢出来 丢出来给台积电 所以我刚刚一个谈到 设备是很明确的 景气复苏是很明确的 所以你真的确定 今年的景气已经是台湾的最高峰吗 我刚刚一直在问你这个问题 如果是 那为什么全世界在做资本支出 他们都是笨蛋 你最聪明 不要认为自己是股神 属方从来不认为 认为自己是股神的人能够赚钱 没有一个人 他是股神的 每一个人都是会犯错的 只是在犯错的过程中 你要如何去做修正 好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 如果景气已经见高峰 为什么2020年的 晶圆的设备支出里面来讲 要再创历史高峰 第二件事情 Sony的建厂计划的带动 图像感测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CIS 预期会成长20% 下半年的增幅高达90% 那你觉得呢 而这个CIS上面 他就是用在什么 刚才讲的3C的产品 手机 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 那另外部分来讲 自驾车的部分 你要能够去当自驾车 你一定要很多的图像的感测 他已经才会用到 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 一个联电 可是联电这样的比重 就会比较小 联电他去并了其他一家公司 但是真正Sony的只有两家 本来没有台积电 现在有台积电 台积电给谁 给精彩 可是精彩 今年我也跟大家讲过 他比较不赚钱 但是明年他有爆发力 另外一个 Sony的下游封装公司里面 他就是胜利 那现在里面来讲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我们就跟他讲 他有太多的一个区块 如果他是假的 这是日本Sony的图形 高还有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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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仍然有更高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要了解到 趋势带动的一些的力量 就像台积电 所谓的一个联发科 他们的资本支出里面 带动什么 当然我说也很荣幸 3131的红色 他因为涨太多了 我们手上的个股涨太多 被分盘 但是你可以发觉到 他为什么这么的强 因为他是失智层 他是失智层 所以设备个股里面 他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台北股市 在这种过程之中 真的所有的股票都在高档 我随便讲 很多的股票 都不一定 他是在高档 而且明年趋势的产业上面 有很多 PA有没有修正 PCB有没有修正 散热有没有修正 而镜头 在当时候的修正的时候 每一个人在电视上面通通骂 做头做头 如果你不相信 你去看一些财经节目 结果玉京光从400块钱的破顶 沿路以来涨到500多块 所以回归到一些的价值 回归到一些的个股上面 你的一个投资 我就跟大家讲 兵分两路 一个去做营收 一个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去选择仍然有投资机会的个股 仍然有投资机会的个股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如果投资朋友 认同鼠方这样的想法 兵分两路来做操作 长线低基期 价值型的投资 跟营收好的个股去做操作 你就趁着这个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鼠来宝168的计划 很好的一个 很便宜的会费 很好的会期 来加入我们 共同的去做操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咖啥 插 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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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